各位亲爱的艾托斯科伙伴们大家好 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 艾托斯资本集团的资深分析师于耀天 英文名叫陶宁渝 那么今天的我们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就是 来看这个题目 阳春不得则 万物生光辉啊 那么这首诗 是汉代岳父古词里面的一句 古人的智慧啊非常了得 那么 万物生光辉 前面是阳春不得则 这在古人 在浴室 当万物都生灰乎连的时候 会带来阳春的一个投资 我不知道这是有意义的巧合 还是历史的机遇 的沸沸扬扬 在这个现象的背后 是中国跟美国 在争5G 互联网 互联网的 主导权 互联网 由美国的军方发明 一直是被美国所领先 但是到了5G时代 变物联网 中国赶潮 啊 这让美国 升位不已 那么作为我们普通投资者 我们要明白 这会带来一系列的投资机会 所以我们的副标题是什么 是万物互联带来的阳春投资啊 有人说 于老师晚了 不反 为什么不反 我们过会说 为什么现在 再是投资物联网的阳春季情 风险提示 本文件所提供的信息仅为一般属性 并未考虑阁下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 或其他需求 在阁下做出投资决定前 爱托斯建议阁下寻求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那么关于我本承蒙大家的厚爱 今天 黄建平老先生 一上来先给我一个问候啊 我受宠若清卡 我今年很年轻 48岁 但是工作了30年啊 我不断勉励自己要不断的学习 要不断的向周围的人学习 向周围的世界学习 周围的世界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呢 也要学习跟得上 所以说呢 我最早接触联网啊 是在2006年 当时 我认识了北京一个风险投资的董事长 他叫取国义 这个人在2006年 就拿出一个亿人币的资金来 要进行风险 我当时很年轻啊 2006年 我只有三十几岁 他当时比我大十几岁 他当时 就拼命的去投资 物业王 所以说把我带的 我也往那方向去 后来发现 动手过早 为什么动手过早 物业王在2006年没有实现的技术 没有这样的网络链接 可以跟这么先进的概念使用 所以很多项目 都只能处于论证件 但是物联网从半生至今到现在 它开启了它真正的一个元年 也就是2019年 这一年 开启了物联网真正的元年 那有人说 为什么2019年 才是它真正的元年 因为2019年 物联网开始进入了5G时代 5G开始正式的商用 给物联网 平铺了网络的技术 所以说我们跑入今天的物联网 离不开5G 5G经过短短的两年的时间 现在是10月份 在9月份 全球的5G的基站 正式突破了100万 那么5G的基站突破了100万 去年年底12月3日的数据表明 去年年底全球的物联网的 连接设备终端是66.16亿 全球有70亿人口是吧 除了老弱病残 不能使用电脑跟手机 那平均每人 要连接一两部两三部的设备 在物联网上 也就是说 现在大家对物联网的认识 还是通过你的手机 你的电脑 来认识 这个物联网 这是非常浅薄的一个认识 物联网是什么 我们今天 不讲狭义的定义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未来你们家的冰箱要上网 你相信吗 你们家的微波炉要上网 你相信吗 你们家的扫地机器人要上网 你相信吗 你们家的垃圾桶要上网 你相信吗 甚至你们家的窗帘都要上网 你个人的温度计 那么小一个东西也要上网 也就是说 现在你上网的设备是什么 仅限于你的电脑 你的iPad 你的手机 顶端你来个iWatch 未来 你家里面一个人 有100 200 甚至300 400个终端 他都要上网 你进入家里面 所有的一切 能用电来实现的东西 都要上网 所以这个理念 跟互联网 它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人类的变革 也是翻天覆地 我是2003年 正式把户口搬到了北京 我家里面买了 三台海尔空调 记得非常清楚 你当时知道北京 到了夏天很热 有时候能打到40度 回家第一件事打个空调 40度吗 那时候我想啊 我说能不能 有什么遥控设备 我远程给他发个短信 那个空调就提前开 结果就在第二年 还出了一个什么叫 智能空调 智能空调是什么 还没有物联网的概念 它是什么 它是空调能接收手机的短信 你手机回家之前 发个短信 他收拾短信 那么这种理念 2004年 2003年 今天已经淘汰了 你家里面的空调 不是发个手机短信的问题 它就直接上网了 变成一个中文设备 你可以远程在你的手机上 遥控它的风向啊 它的温度啊 它的这个出甲醇啊 这个这个出种种的有害气体 都可以遥控它 而且这还不算 在物联网时代 可以遥控你家里面的 加速器 提前起来工作 你家里面的窗帘 把窗帘在什么时候 把它提前拉上 你家里面的电灯 在你回家之前把它打开 大家想看 这么设置一下 大家坐地铁回家的时候 在手机上操作一下 回家 是个非常温馨的一个环境 多么歉意 所以大家一听 我讲了大家的终端的应用 一听是什么 对你们的生活 是翻天覆 所以这个物联网是 即手机 电脑 互联网之后的 又一次信息化课 赤翻天覆 所以说美国人 为什么要去争这华为 要去为什么要去拘留孟晚舟 争的这个引导权 先导权 这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领域 那么在工业领域 养的花 养的庄稼 这都可以上了 在养殖领域 现在猪价这么便宜 猪鹿 猪价也可以上 这就是什么 翻天覆地 不要以为这次翻天覆地变化离你很远 我刚才讲过 2020年12月底 全球上网的设备有66.16亿 那么根据现在的发展趋势到了2026年 全球有237.2亿的物联网设备会上 那意味着什么 有个人说我知道 余老师 我的手机要从4G变成5G 我说完全不够 你家里面的空调 加湿器 窗帘 洗碗机 冰箱洗衣机 温度机 都要上 都要更新 所以说 有人说余老师是不是这样很遥远 不遥远 中国在物联网领域 走的比较好的一个场上叫美帝是吧 美帝一口气发布了20多种家用电器 都可以上 所以说物联网是什么 叫万物互联 那么在这个信息化革命到来 我们来看 物联网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力程 首先呢 这个 万物互联这个理念的是在1998年 有英国一个工作室叫 凯文 他提出来了 那1998年 我们连四季都没有 三季也没有 他推出个理念啊 非常的超前 所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呢 没有人重视他 那么意识到到了2009年 随着互联网 他的普及 手机电脑开始上了 人们才真正认识到啊 原来这个万物互联是可以的 那么到了2016年 这个NBLOT 蜂窝协议 开始落地 使物联网有了一个 商用的一个基础 那么在2019年 随着5G的一个商用 万物互联的时代 正式到来 好 我们投资者 要去投什么 物联网是一个大的潮流 投什么 选择什么赛道 比较关键 我们来看物联网有哪些赛道 第一个是感知识别层 识别层是什么 你首先 我们拿个小东西 你的体温计 体温计以前是不可能上网的 那你体温计要上网 必须要把它什么 电子化 装个芯片 装上 他上网 或者在家里面有WiFi 他上网 加时期以前也是不能上网 你家里面是不是都好 你不可能电脑会知道 这电脑的控制他什么 他也必须 加上芯片 进入WiFi 然后你的电脑才能控制 所以说呢 在感知层呢 就非常的混乱 我们说一个人有100个200个上网设备 是吧 那所有的这些漫无互联都要改造 你家的加时器 对不起 要升级 变成物联网加时器 你的温度计要升级 变成物联网温度计 你的体温计 要变成物联网的体温计 你的冰箱彩电都要升级 所以说在感知识别层啊 这个赛道是非常混乱 也是各有千差万别的 比如说现在 大家比较往前的这些设备 什么扫地机器人 但是大部分扫地机器人 他们不能上网 能上网什么呢 冰箱 现在有些可以上网的 还有什么空调 电视这100%都上网 这没有好说的 所以说呢 如果你要投 支持低层的公司 对不起 你要小心 你必须是那个 此行业的这个专家 好 第二个是什么 网络传输 你家里面的冰箱洗衣机 电脑上网 可以通过Wafi 可以通过5G 这个Wafi 5G的传输速率 要大于现在 所以说我是1995年 开始上网 1995年开始上网 那个时候很有意思 怎么上网呢 用一个modem 把家里面电话线插到modem上 大家知道那个速率率有多少吗 256kb的速率 那比现在的NBN 典直是天长之波 所以说 作为物理研瓦 有一百多个设备要上网 必须要有强劲的 网络传输层 大家想想看 什么是网络传输层 就是提供连网设备的这些厂商 这个很好理解吧 我在澳大利亚有Telstra 有TPC 有Wordphone 对 这些是我们可以投资考虑的 而且 这个层面它非常 你万物互联用的是我Telstra的5G 讲了有一天是吧 你一百多个设备都连在这上 这个是我们可以优先投资考虑 也是我们今天推荐股票 所推荐的在这层面上 那么另外一个是平台层 就是大家有没有想到啊 你的电脑上网是基于什么平台 有人说Win10 Win11 至少这个Win7 那有的是我是IOS 手机 有的我是Macintosh 苹果的笔记本电脑 有的时候我是Android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就算我们最简单的Android 它能装在那个体闻机上吗 那么小一个东西装成Android 或许会吧 所以说在平台层 现在是全世界就集中在几个厂商都 为什么 那个体温计加湿器要上了 它要有一个小的操作系统 对不起我告诉你 IOS 你的加湿器装不上 体温计温度计 你的IOS也装不上 谁能装上 华为 华为提供了一个OS系统叫 鸿蒙OS 这个OS的推出 是为了打破美国 苹果公司下架华为APP 针锋相对的一个产品 这个APP最大的概念是什么呢 基于Linux的操作系统 但是它可以装在华为的握手上 手表上 装在体温计温度计上 装在你的窗帘上 它可以装在很多的小型设备上 那这一块我们能不能投呢 也没什么好投的 你能投资华为吗 华为股都没有上市 你怎么投啊 苹果你能投吗 Vira也能投吗 所以是这块也很难投啊 那么另外一个是呢 终端应用层 包括我们很多的 APP 你要操控 你加入空调要上网 你必须在你的手机上有一个APP 看一条你的家里面温度湿度 阳光这些信息 然后你操控它 这个呢 属于发展的阶段 所以说呢 我们的互联网在现在这个阶段 我认为最可以投的是什么 是网络传输层的 这个相对来讲 优势比较集中 好 现在是投资互联网的最佳时期 为什么 为什么早投了不行 像我讲的 我在北京认识的基金经理 基金老板 我们叫经理的 许总 2006年就想投资互联网 结果失败了 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投会失败 现在投就不会失败 有人说 那个时候没有5G 现在有5G 打对了一半 我们发现 您在做投资的时候 有很多类似的疑惑 我举个例子 很多人投资悉尼的房地产 悉尼的房地产 有悉尼新机场 悉尼新机场 为什么十几年前 十五二十年前就有这样的想法 为什么早先去投的人 没占光 近一两年人去投才占光了呢 因为二十年之前 那只是一个论证的方案 投的过早是不行的 那为什么现在投就对了呢 因为在两三年之前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不仅批准了新机场的方案 而且有详细的发展计划 我两年前 我专门开车 到悉尼的新机场那边看 他到底动不动 结果看什么 推土机的不断的在产入 工人在那忙碌 我就知道这个地方可以 是吧 他进入项目的落地阶段 那你说现在不投新机场 有人说我很谨慎 万一这个在完工不了怎么办 我等2026年新机场 能起飞飞机了 我那头对不起 那个时候你太晚了 你要被高位套牢了 所以说 最左边这个 一个概念 一个理念 一个赛道 他要经过探索期 发展期 成熟期跟衰退期 所有的概念都是这样 大家集中经历听 因为今天讲的这个 不光是关于物联网 您投资其他的赛道一样 比如说西概念 比如说自动驾驶 比如说车嘛 都是一样 投的过早 出于探索期 是不行的 投的太晚 成熟期要被套牢的 怎么办呢 一个概念 一个赛道 最佳的切入时间是什么 是他的发展期的 前一个阶段 就是发展期的初期 那么物联网这个赛道 我们说 20年前英国工程师就提出来了 那么他的一直在探索探索探索 这个时候是不能去投的 什么时候可以投的 进入发展期了 发展期的 2019年 5G商用 进入发展期 所以现在是什么 是物联网发展期的初期 这个时候去投 投了马上就会见效益 而且不赶紧 大家想一想 我给大家讲了很多次的讲座 是不是这个道理 这两天 有一些听众朋友来找我 说 余老师我后悔了 说你上周三讲的 PLUG 这个氢能源盖的 我没有买 我后悔了 上周三推荐的PLUG 周三推荐的 周四一根大阳线 周五一根大阳线 周一又是一根大阳线 昨天又有一根大阳线 因为PLUG 处于轻能源 就处于一个 发展期的初期 我上周三讲的说 这个股票 会涨到50块钱以后 是吧 大家看 可能会很快就会失去 如果你两年前 投资于PLUG 对不起 不会赚钱 在二三十块钱的排款 所以说我们 讲的物联网 也处于一个这样 现在是从他的 最佳的时期 可以见得有人问 我来看 那么这个物联网 这个赛道 进入了发展的初期 有什么标志 标志一 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 都出台了 促进政策 我这里面给罗列了一下 你看美国 2018年 启动smart物联网法案 欧盟更早 99年 2009年 2015年 互联网新链 日本 2009年 2017年 有发展特化 中国 2022年 深入物联网 全面发展通知 这就是一个信号 第二个呢 一个赛道 从一个理念 变成一个发展期的 另外一个标志什么 他技术获得了落地 就是他有可行的 这样一个技术出现 物联网有哪些技术 感知技术 二维码 社维码 网络通讯 5G WiFi 蓝牙 云计算 同时 竟发展初期的阶段 大家 这些行业巨头 都开始涉足 关注有项目 那我这里 落列了中国 和这个 我们世界上 这些知名的公司 投资物联网的 这样一个公司名字 大家看到 很熟悉是吧 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谷歌 Facebook Costco IBM Oracle Microsoft HP 西门子 几乎所有的商业巨头 IT端的都来 那这就是进入 发展 初期的 这样的标志 有人说 有人说 现在 互联网的需求不足 尤其在5G时代 大家听说过吧 大家会看新闻 看到过吗 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5G的超长带宽 现在很少有这样 APP 有这样的具体 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 不要投APP 去投 网络应用层 网络链接层 那么物联网 它的连接设备 我们刚才讲了 会成爆发式的发展 那么这是 世界上 著名的管理公司 给予物联网 在未来5年的 它的一个增速的 一个 预测 去年 有15%左右 16 15左右的一个增速 那么到2025年 这符合增长率是 27% 应该是 非常高的一个增速 那大家看这个 柱状图是连接设备 这单位是11 到2025年 全球会有 400亿 这样一个连接次数 每年 那这个赛道 不是到我们去投吗 好 那么在5G布局的领域 几乎所有的营运商 都在5G领域 有非常新的 这样一个布局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 华为 沃德峰跟中芯 在5G领域相对跑的来讲 比较往前 好 我们刚才讲了 物联网现在是 5G的供给 大于需求 那未来的需求 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 那对5G的发展 是一个巨大的支援 有人说5G站不住 我说非 决定于物联网 APP应用的地下 大家如果了解4G知道 4G刚说的时候 跟物联网的这个局面一样 跟5G的局面一样 就是网络带宽 没有那么大的带宽 大概从3G升级到4G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用 3G只能发过短信 什么的这样 后来出现什么 智能手机 把这个问题解决 5G要解决应用的问题 应用 必须要发展 那么有哪些能解决 5G的平静 大约有这么 两三个赛道 现在相对比较热 第一个赛道 智能可穿戴设备 第二个赛道 智能家居 第三个赛道 车联网 那么今天时间的原因呢 我们 讲一下其中的两个比较热门的赛道 就是物联网支撑的可穿戴设备 大家现在看你身上的电子设备有哪些 比如说我手机这个百分之百都有 电子手表你有吗 就不好说了 是不是耳机呢 这个很多人 以后 我们拥有的身上 有的设备就远远不止这些 我们画了一下 首先 你的太阳镜眼镜 以后有上网的功能 然后你的衣服 夹克衫也会上 你的钥匙链也会上 你的皮鞋也会上 你的袜子也会上 你的皮带 戒指 都会上 那大家听到这个是不是一个翻心覆地的一个革命啊 而且我们举个例子啊 你的夹克衫上网啊 那么我们冬天穿的很很多是吧 那么大家穿上面包服是吧 因为夹克衫自带发热功能 你不需要穿那么多 你到冬天就穿一件T恤也就够了 核文发电 但是现在在这个阶段 你的夹克衫要上网要发电 他暂时没有进入的商用领域是吧 那么现在进入到商用领域的有什么 它可传门设备有什么 我们这个赛道啊 就是我们 你的夹克衫衣服要上网 还不是很不熟啊 那么这是据权威部门的统计啊 现在这个智能可穿戴设备啊 卖的最多的 是TWS耳机 这个耳机去年卖了多少啊 全球在2020年卖了7,470万对 这个很 这个我说一下 什么叫 TWS叫 就是真正无心耳机啊 那就是我们这个在很多 我们自己带的你可能听听音乐 这些耳机啊 是这样啊 那么这个呢 是做的最多的是苹果 然后是小米三星 啊 我画的图这个情况啊 那么然后第二位的 是我们的智能手表 啊 这是现在 基于我们统计 卖的比较多的两种可穿戴设备啊 智能手表啊 智能手表呢 最好 最卖最好的还是Apple 然后是华为三星啊 好 这是我们 简单的两个赛道 第二个 物理网应用领域的另外一个重要应用 是智能家居 有人说智能家居离我很遥远 我跟你说不遥远 为什么不 为什么 不遥远 大家来看啊 我们拿出一个巨头啊 大家看这个PPT上这个人 大家都认识吧 是谁是比尔盖茨是吧 比尔盖茨是他的家啊 他同他的家的合影啊 他的家呢 做他不管他的家 起了一个名字叫 Zanadu 2.0 那是什么比尔斯 盖茨把他的家也 起的像一个操作系统一样啊 来个2.0啊 因为这个家呢 是可以称为世界上首座 智能家居啊 就是这个家 开始于建造是1990年 建成了是1997年 那么比尔盖茨这个家呢 占地面积是6600平方米 在这6600平方米里面 铺上了电来 就是84公里 建造费用 1.13个亿美元 他这个家好在什么地方 就是尽可能的 实现智能家居 我们来给大家举例子啊 比尔盖茨家的大门 有人脸识别 这个我们很多也有是吧 那如果 被来访者没查询到啊 会立即报警 那么再一个是全方位的监控 这个现在也已经实现了 比尔盖茨只不过在1997年 就实现了 那么另外一个比较牛啊 现在很多家庭没有时间 就是他们家的冰箱 是可以记忆食品的存放时间啊 对于存放过久的食品 给予警报 那么这个 另外一个比较强的功能是呢 可以对照媒进行感应 就是说在家里面 他走进一个房间的时候 这个感应器会在15厘米之内 提前把灯给他打开 他离开的时候 然后把灯立即关上 那么另外呢 可以根据家庭成员的喜好 设定室内温度啊 阳光的强度啊 室内空地板的温度 音乐 华作等这些情况 只不过 那现在来看呢 比尔根这个家 我们很多 我们很多家里也能见解 也能看得上 是吧 只不过他是在1997年就实现了 那么我们 不联合时代的智能家居 他表现在这些地方 首先空调是智能的啊 这个很多智能 窗帘是智能的啊 音箱是智能的 洗衣机是智能的 网管是智能的 电视是智能的啊 遥控器是智能的 路由器是智能的 插座是智能的 扫地机器人是智能的 摄像头是智能的 门锁是智能的 电汉宝是智能的 冰箱是智能的 传感器是智能的啊 空气净化器是智能的啊 温度传输器是智能的 台风是智能的 这是智能家居 下一步的情况 啊 所以说我们用了一句话啊 叫旧时家居唐前夜 飞入智能百姓家 所以说这是你们家 你们家五年之后 就可能是这样 离你并不遥远 那么在这些所有的智能家居设备里面 那么根据去年年底的一个统计啊 那么现在智能家电 智能空调占了28%的份额 智能冰箱占了25% 智能洗衣机占了20% 智能照明占了12% 这是他一个情况啊 为什么说我们说智能家居离大家并不遥远呢啊 那么我们找了一个智能家的一个渗透率啊 那么全世界智能家居智能家电渗透率最高的国家是美国啊 大约有32%的家庭 购买了智能家居设备啊 那中国呢 只有4% 那么这个智能家居这个赛道呢 是早在2016年就已经开启了啊 当时呢 3月8号是美的发布了22款智能家电的产品 所以这个赛道 它的2020年到2025年的年均符合增长率呢 是在30% 我们来了我们投什么 大家想投什么 投冰箱洗衣机啊 这些其实都不是最佳投的啊 我们今天呢 时间所限给大家介绍一只股票 而且大家每个人都很熟悉 大家看这个股票 中国移动 是物联网和5G的龙头股票 好 我们来看啊 中国移动 大家知道 现在全球有多少个基站吗 我们说9月份5G之战 突破了100万啊 那加上4G跟3G的全国 全球有多少个基站 那么 中国移动 一家公司 有4G和 到基站 528万个 5G的基站 50万个 那全球才有100万个 55G的基站 这家公司就有50万个 在那边 占据了全球 5G基站总是到50% 那可以 从这个就能看出 它的行业垄断地位啊 但是这个公司呢 是 它的成立时间比较 97年 伴随着这个 我们最早叫大哥大啊 现在叫移动电话 我们叫手机的出现 出现了这么一家 高科系的这样一个公司啊 那么中国移动在2G时代 就称霸了中国 的通讯市场 所以从那之后 一直是行业的龙头啊 那么到现在 在全世界 也是数一数二的 全球营运通讯商的一个龙头啊 我们来看啊 左门这个图是去年年底 全球运营商用户的排名 全球第一大的就是什么 中国移动 有9亿3000万用户 惊不惊人啊 啊 而在宽带用户 排名第一的也是中国移动 啊 有2亿4000万宽带用户 啊 那么去年 中国移动实现营业收入 1180.25亿美元 那么这个情况呢 就是说虽然他的用户名是第一啊 移动名 这个宽带用户名也是第一啊 但是说 这个他的营业收入 全球排名第三 那谁排名第一啊 AT&T 排名第一啊 呃 那么这个净利润去年中国移动呢 是赚了165.28亿美元 净利润率是14.04%啊 这个净利润是全球排名第二 这个公司非常牛的一点 去年年底根据他的年报 他有326亿美元的现金 握在上面 也是他的财务体系 非常健康 那么我呢 是炒股很多年了啊 那么最早我接受这家公司 他是一个香港公司 那个时候我们对他呢 香港还没有回归啊 刚回归啊 大家给他的印象 觉得比较高大上啊 后来变成了主业发展 市场呢是中国大陆啊 大家看他1997年成立啊 在中国香港啊 2006年改名叫中国移动 啊 发展成 所以说呢 那么另外一个这个公司 我们推荐的地方是什么 中国移动要回归中国的A 哪一天回归知道吗 大家炒股人哪一天回归啊 明天 明天 11月4号 回归中国的A股啊 成为中国A股近十年来 最大的海平 这个公司呢很有意思 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在中极图的公司啊 比如说中国石油 中国石化啊 中国工商银行啊 这个什么 这中铝啊 中铁啊 这这这这 这些公司啊 他都是有国资委控股的啊 国资委控股 而且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关系啊 这个公司 大家看他的这个股权结构很有意思啊 中国移动集团百分之百控股 中国移动香港集团 这一层的是吧 中国移动香港集团控股 中国移动BVI 大家不知道BVI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BVI是英属伪军群岛 这是第二层的啊 英属伪军群岛在控制住中国移动有限公司啊 控制住72.72%的一个股材 所以这个公司股权结构呢 不是非常的清晰啊 国资委控股中国移动集团啊 到中国移动香港 中国移动BVI这样转过来 才控制中国移动有限公司 啊 嗯 这个情况呢是历史严格问题啊 就是说 高科技公司很多都在英属伪军群岛进行避税啊 所以他以这些公司呢 由于中国移动以前是个香港公司啊 造成了这一个历史一个现象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国家通过这么层次往下 控股了这个公司72.72%的股材 应该属于绝对控股啊 所以说呢这个公司的这个 现在谁是董事长跟CEO呢 是这个杨洁跟董欣啊 这两个都是老人呢 在电信行业摸爬昆达这么多年啊 这个我们就不细讲啊 我们来看啊 呃 营业收入我们刚才讲了全球排名第三 左边图啊 右边这个图呢净利润全球排名第二啊 那么这个公司不仅是中国大陆的 中国香港的当初亏的龙头 他是全世界的龙头啊 而我们来看 这个公司的财务情况 非常的健康啊 呃 他的市盈率 在去年年底是7.64倍 当时是48块3 港元 那今天这工资到也48块多 那么这么低的市盈率 去购买这个股票呢 应该是呃 风险比较小的时间啊 那么他的股息呢 相对来比较稳定啊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从2019年到2023年呢 一直在稳定的7%到80%之间 我记得去年给大家讲过一个Telstra是吧 Telstra的股息率是多少是百分之三点几 那这个公司 应该他的财务状况 比Telstra还要 Telstra在澳大利亚 当时为人不让的这个电信龙头 但是在全世界 他比不过中国移动啊 让我们看啊 呃 这个到今年的第三季度 他有总共有9亿5600万客户 啊 随着5G的这个发展 因为5G套餐的客户呢 他在三季度呢 有3.31亿 总客户9.56亿 5G用户3.31亿 还是应该不足的这个渗透率啊 所以说呢 未来5G 是这个公司盈利的 一个强劲的增长点 那么这个公司 谁是他的竞争对手 国外公司从那比不了 嗯 他呢 在中国呢 他比的就是中国联通跟中国电信 啊 这两家公司也在香港上市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实际上也同他也比不了 啊 所以说呢 这个公司呢 我们认为他的财务状况超级健康啊 属于未来物联网跟5G的龙头概念股 他是一个被低估的全球营运商的一个龙头 所以说 今天的价格是48块2 我下午看了一下啊 我们认为 他在明年或者后年 他的目标价是80港元一股的一个情况 值得大家进行中长期的投资 好 下面请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一下 我们过几分钟 讲完扣服之后给大家统一解答啊 下面请允许我用几分钟的时间呢 简单介绍下艾特斯资本集团啊 艾特斯资本集团的成立于2007年啊 现在已经是14年的时间啊 悉尼的是我们总部 我们在澳大利亚受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的监管 那我们呢 经过14年的发展 也成为一家颇具规模的一家券商和外汇投资平台 啊 全世界跨境的国际券商有3000多家啊 根据2022年第二季度的全球行业的一个评比 我们在这3000多家平台当中排名是第27位 我们的客户是遍布100多国家跟地区啊 我们在全球呢 有12数据中心 排名第27位是个什么概念 啊 我们知道中国有一家银行叫中国交通银行是吧 中国在交通银行在银行界的排名是排名全球第27位啊 所以我们在外汇全商行业的排名就相当于中国交通银行在银行界的排名 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现在有将近400个投资平均而且在不断的添加啊 我们现在可以做这么一些投资平均 第一个是外汇啊 现在有29个货币队 像澳元兑美元澳元兑人民币啊 英镑兑美元欧元兑美元啊 是这个 这些货币队我们都可以做啊 那么另外一个全球的主要的股指 啊 像中国的A50啊 美国的道琼斯大萨 日经225平均工业指数啊 澳大利亚AUS200啊 恒生跟恒生过去指数 UK100 E50T23我们都可以做啊 那么此外呢 我们可以交易三个市场的一些股票啊 美股澳股跟港股 美股我们可以交易微软 苹果亚马逊 Facebook等76只股票啊 澳股呢 我们可以交易 Afterpay CBA Wooverse等这些股票啊 那么此外呢 我们可以交易汇丰 控港交所 恒生银行等港股的股票啊 呃能源我们可以交易 WTI原油 布林特原油的期货 和天然气的期货啊 那么对于贵金属呢 我们可以交易现货房仁 现货房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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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交易比特币 比特币现金 以太坊 莱特币等数字货币的一些产品 那么我们呢 是以一家以分析师服务 和客户经理服务 建成这么讲 那么如果你开一个户之后 啊入金差不多达到一件金额 我们会分一位客户经理 或者分析师到您的名下 那我们的教育团队是24小时 提供服务啊 我们会有定期的 Semina Web的这些 这些培训课程推出是这样啊 我们还有Auto Chasted 还有我们的一些盈利计算表等 给大家进行使用 那么大家如果是你已经有客户经理 请你从客户经理联系啊 那么也可以同我们的小助手进行联系 这样啊 好大家现在回家大家的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